日本不惜打破原定计划 提前开采深海1600万吨稀土 能行吗 为什么美盟友却倒戈 寻求中方合作 日本稀土最终还得送到中国 随着近些年 美国的军事野心愈发膨胀 对稀土的需求与之剧增 为了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美国拉拢一众盟友 组成稀土联盟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加紧建造中国之外的大型稀土加工厂 日本就是其中一员 近期日本为了替美国分忧 不惜打破先前制定的计划 据媒体1月8号报道 日本计划于2021年 试开采深海海底稀土 比先前制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年 据日本媒体披露 日本南较岛周边 存在约1600万吨稀土 预计能满足全球780年的需求 日本将使用地球号深海探测船 把稀土泥从几千米深的海底稀上来 如果这些稀土能在短期内 大批开采出来 不仅对日本自身的稀土供应绰绰有余 美国可能面临的稀土供应问题 也将迎刃而解 不过日本的深海开采技术 本就是半桶水 否则不会是吸稀土泥而不是挖 海底水压极大 吸取稀土泥的过程中 岂有可能发生内外压力不平衡 据悉 日本南较岛海域的稀土泥 处于5000米深度 开采技术 开采成本 控制重基础污染等 都是日本所要面临的严峻问题 俗话说得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日本深海稀土开采项目匆忙上马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需要指出的是 之前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已经在为美国稀土供应手忙脚乱 建稀土加工厂 投入大笔资金 研发稀土开采 加工技术 但都没取得什么可观的建树 看到这种情况 美国另一盟友韩国认清了现实 想要摆脱中国稀土依赖 南比登天 跟中国合作才有活路 据媒体1月8号报道 日前韩国举办了 中韩稀土新材料技术发展研讨会 由于韩国稀土需求连年增长 自身技术实力薄弱 韩国计划和中国最大的稀土开采加工地 达成合作 这样看来 稀土联盟已经是一盘散沙了 很明显 韩国深刻认识到 稀土产量再高 没有加工萃取技术也是白搭 而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 就具备了一流的回流串级萃取技术 经过多年的创新改进 中国的稀土加工技术愈发完善 而且中科院孙小奇团队 已经按照萃取技定制了最优分离工艺 包括新型萃取技和分离技术 稀土矿进出液复集技术 重稀土分离工艺等项目 取得多项国际大奖 可见 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地位 基本无人可撼动 如今 日本赶忙开采1600万吨海底稀土 即便成功了 最终还得送到中国加工 这样一来 日本下的功夫全白废了 稀土联盟 摆脱中国稀土依赖 始终渴望不可及 待もin 在大家 accidents 未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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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历